人力部在两家客工宿舍展开实行计划 让超过100名客工自行完成抗原快速检测 人力部指出客工自行检测能更早地发现是否染病 以降低病毒在宿舍中传播 当局也从今天起率先在四家客工休闲中心 让客工使用自助检测仪完成检测 来看记者陈云儿的报道 在穿着防护衣的工作人员协助下 客工根据COVID-19应用程序的指示 使用自助检测仪完成抗原快速检测 15分钟后就能得知结果 检测如果呈阳性反应 客工就需要被隔离 再进行聚合煤炼式反应检测 这也意味着除了需自行检测 客工每两周还需要进行一次定期的聚合煤炼式反应检测 人力部从上星期一开始 在大市和雾兰的两间宿舍内 为100多名客工进行试行计划 一旦全面落实 将推行到全国超过1000个宿舍内 负责这项计划的保障关怀与接触小组表示 要在1000多个宿舍推行 需要多方配合 为了让客工能更安心地使用休闲设施 四家本地客工休闲中心 即日起让客工自行完成抗原快速检测 只有呈阴性反应的客工才获准进入